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4集 林老师,有斗志不好吗? 当然好,年轻人不管做什么都应该全力以赴 哪怕输了,也不枉努力一场 要不就别参加,要参加就拿出拼劲来 是舒适赢都好,努力了才不算浪费时间 林老师没觉得夏小兰从前不认真 显然她更喜欢夏小兰现在势在必得的劲头 可能还是之前的事在影响夏小兰 林老师听系主任说了 夏小兰和季家的事好像双方都不再提了 林老师觉得很无奈 有时候现实生活逼着人们要妥协 夏小兰同学肯定特别憋屈吧 季家不是说要送夏小兰去留学吗? 夏小兰可能是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给季家看 不需要季家的帮助,她也能出国 交换生是第一步,有了交换生的经历 申请公费留学会变得更容易 至于华清的学生能不能申请上国外的大学 林老师一点都没怀疑过 限制华清学生申请留学的只能是语言官 就夏小兰这英语水平,扔到英语系国家去 绝对没问题 夏小兰不知道林老师的脑补 知道了,她也会说林老师可爱 忽然变得很有拼劲 的确是有季家的刺激 更多的是,夏小兰觉得交换生是个不错的选择 时间不长,能让她顺理成章出国 大学新生除了这个途径,还能怎么出国 夏小兰现在不穷 但这点家底丢到美国去,那也不算啥了 本科阶段出国的人少 81年华国就能考托福了也没用 因为国外大学的本科阶段的奖学金少 一年学费加住宿费将近一万美元 要是没有公费留学 哪个华国家庭承受得起 夏小兰现在也承受不起 她之前也没觉得国外的月亮更圆 老老实实地在华清学建筑 出国不出国的,是本科毕业后的事 出国去念硕士和博士比较容易 这两个阶段的学生,奖学金从比例和额度都比本科阶段大了很多 对尖子生来说,甚至能达到学费全免后还有剩余 就是所谓的拳奖 拿不到拳奖,帮导师做做项目 还能从老师手里挣一部分钱 后一种情况在84年的华国大学基本不可能 大学生都争着替导师做项目 能加入,说明你优秀 还敢问导师要工资 导师自己的经费都很困难 每一分钱都要花在研究的课题上 华国百费代星 整个国家都等着建设 哪里都需要钱 课题那么多,教授们都排着队申请 84年的大学生替导师打杂 全凭一腔热情 夏小兰都觉得自己承受不起自费留学 她原本也不一定非要出国 和周成商量时也说这事没定 真要出国是在华清上完本科后的事 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也没有优胜者会以交换生名义出国的说法 变化比计划快 夏小兰也就改变了主意 林老师说她有斗志 也没说错 夏小兰就是那种有机会摆在面前 一定会努力抓住的人 决赛还没开始 夏小兰晚上躺在寝室的床上 闭着眼睛 脑子却是高速运转的 英语竞赛选出来的交换生 至少得85年才能出国吧 决赛都是85年1月底才举行 夏小兰觉得85年下半年去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1985年国外有什么机会呢 夏小兰努力去回想 她能记得80年代国内的一些大事件就很不容易了 国外的必须要慢慢想 还真的叫夏小兰想起来几条 1984年的时候 苹果的创始人被排挤出公司管理层 直到1996年苹果陷入危机 公司才重新把创始人请回来 力挽狂澜 上辈子 老乔同志去世 朋友圈整天都是刷老乔同志生平的 夏小兰想忘记这一段都不可能 去抱大腿 离开苹果的老乔好像也不需要被夏小兰这个级别的穷学生同情 老乔除了不是苹果的管理者 人家依旧是个有钱的富翁 在离开苹果的时间里 创立了皮克斯动画和公司 夏小兰想要雪中送炭 也得看老乔同志是不是领情啊 84年和85年这两年 还有两家后来市值超过上千亿美元的公司成立 思科和高通 高通就不要想了 不管是从万恶的金钱还是技术上 夏小兰对无线电通讯是个门外汉 她的计算机水平也不行 但思科是84年的时候 由斯坦福的一对教师夫妻创立 夏小兰觉得还有点希望 起码她当交换生的话 以学生的身份 去接触这两个大佬会比较容易 等等 教育部的交换生对接学校 不一定是斯坦福啊 夏小兰想了半天的捷径 瞬间又自己推翻 苏静捅了捅周立敏 小六躺在床上 一会儿笑一会儿愁的 怪瘆人的 周立敏将苏静的手拍开 嘘 我觉得小兰在想大事 周立敏是开玩笑 这两人又怎会想到 夏小兰真的是在想大事 想的还是上千亿美元的捷径 过了半天 夏总单手握拳 打在了自己的棉被上 他想的太美了 捷径这么好走的话 他凭借着重生的先知先觉 岂不是要制霸全球了 无当一日三性无身呢 夏总锤打被子是告诉自己 他可能比普通人厉害一点 但还不是真正的天才 要干啥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投机取巧这种事 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他 苏静和周立敏对视一眼 的确是挺善人的 该不会是失恋了吧 84年 大陆和香港之间 已经有护港航线 连通了护士和香港之间的往来 一个星期只有八次航班 杜兆辉和夏大军 现在哪能偷渡啊 只能用最正规的方式回香港 从鹏城偷渡到香港特别快 杜兆辉现在的身份 可是投资港商 不能坐黑船呢 要先从阳城的白云机场 飞到护士 再搭乘航班回香港 就是这么都圈子绕路 杜大少爷别无选择 他告诉夏大军 晚上回香港 其实是晚上去阳城 从阳城去白云机场的路上 有一段路特别慌 杜兆辉闭着眼睛 在车上打盹 汽车忽然颠簸了一下 杜兆辉睁开眼睛 下一秒 轰一声巨响 车头都被掀翻了 有人埋伏在这里 杜兆辉的脑子里 浮现出这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 他的行踪泄露了 谁值得信任